你们跟我起名叫做陈欢 是希望我可以陈欢西夏 我现在长大了 我可以照顾自己跟家人了 我不想再当人狼狼了 我也希望像陈欢这样有个家 小总,回家吃饭了 祝我们幸福快乐 幸福快乐 卖陈欢他是一家四口 爸爸妈妈还有弟弟小早 你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 家里都不想回来是不是 非常强势的妈妈 脾气很好的父亲 我对的妈妈就是这个 我见了他就哆嗦 还有一个弟弟 《成欢记》 《成谁的欢》 他讲的就是一个关系的命题 中国式子女跟母亲或者父亲怎么相处吧 你和那个新家粮 到底到什么程度呢 她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妈妈 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子女身上 她跟母亲的关系其实是拉扯 复杂、矛盾 但是又互相相爱 妈妈为你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好、为了你幸福 又来了 中国的家庭关系呢 她强调的是团聚、是孝顺 而她拒绝承认的是分离 然而亲子关系就是一场 走向必然的分别之旅 儿子 我不是你儿子 她的世界里面 没有爱的定义 与家的定义 志明呢 跟她父亲的这段关系 就跟《成欢的成长》 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印证和对比 你不要每天老这么关注我 我都会要疯了 我知道了 孩子成长是需要有空间的 她没有自己的空间 肯定会跟你有抵触的 从一个母女作为一个深切口 然后我们主要来探讨 不同家庭的代际问题 丁丁 你为什么觉得妈妈不爱你啊 妈妈找了别的男朋友 根本不爱我 你们年轻人士的心里 都想是什么呀 《成欢记》呢 她探讨了在亲情关系中的爱 和束缚 很多问题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价值观不足 没有办法共同交流的 我们俩那个坎 表面上是小的 但其实我是某女 家人就是要彼此分担 彼此麻烦 你的身后有奶奶 我们回家 外家给了志明一种家的感觉 这是志明从来没有过的东西 不求这个家庭大富大贵 只求家里过得开心 希望能通过这样一部剧 跟观众有一个共鸣 每一个观众都可以在心里面 找到自己的感受 引起一些反思 跟自己的父母 很好地变成朋友 多包容 多理解 多爱 大家能够一起在这部剧里面 找到温暖 找到对亲情重新的理解跟解读 三二一 茄子 三二一 茄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